灵雀回到房间里四处观望一圈并没有看到人 他不禁怀疑道 难道我早上出去的时候没锁门 林冷 灵雀不由顿时一惊 赶忙回头望去 哥哥 诶 汐儿 你怎么来了 汐儿 哼 都是因为哥哥不回去看我 所以我才来的 原来是汐儿太想他了 灵雀只能解释这段时间忙着修炼 就是想要变强 争取早点能保护汐儿 后面的红叶一看是灵雀的魅力 心中也安定了下来 一旁的黄皮子也是猛逼了 这个妖王居然是灵雀的妹妹 看在哥哥努力刻苦的份上 汐儿就原谅哥哥了 谢谢汐儿理解 毕竟哥哥今后的目标 可是加入艺能部门 和化解一起并肩作战的 灵雀说她有个好消息要告诉灵雀 而后她拿出了一份证明资料 正是半读证明 原来灵雀找到姐姐灵花帮忙 让苍蓝学院办理她 以后灵雀就可以作为半读学员 在灵雀这里生活了 那真的不错啊 哥哥很开心 灵雀嘴上虽然这么说 心里却遗憾起来 这灵雀来了 她和红叶的美好夫妻生活 不就到此为止了吗 沙发后的黄皮子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感觉以后自己的日子更难过了 她转身就准备逃走 然而远处的兄妹两人已经注意到她 话说回来 哥哥你真善良 还收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黄皮子心里充满了绝望 难道以后就是黄皮狗吗 我跟他玩得可开心了呢 那可不嘛 你喜欢就好 灵雀看见黄皮子被蹂躏 心情也不由得好了很多 话说回来 哥哥真的是一个人住吗 住 住不了气 灵雀进到屋里就发现卫生特别干净 灵雀这么懒的人怎么可能自己打扫 这很不对劲 灵雀才发现灵雀居然这么注意细节 难道是属黑猫警长的 刷 哥哥是不是包养了什么美女 你带谁回来乱搞了 他们还帮你做家务吗 哪有啊我一心修炼 可没空乱搞哪你关系 哥哥纯洁的很哦 红叶看见灵雀嗤别感觉贼好笑 最好如此 哥哥千万不要沾花惹草 其他女生都很可怕的 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 灵雀赶忙点头哈腰的答应 灵雀的妹妹太可怕了 以后我要远离她 灵雀又开始苦恼了 灵溪来了以后 她跟红叶就要开始躲躲藏藏了嘛 不过红叶倒是觉得灵雀挺有意思的 之后的生活应该不会无聊 第二天一早 灵雀就早早起床给灵雀做早饭 不久后两盆看着就会过世的美味佳肴 就摆在了灵雀面前 灵雀属实有点不敢吃 她怀疑灵雀做这种黑暗料理的早餐 不愧是报复她之前的行为吧 哥哥 你怎么不吃呢 我 我只是在想 这个真能吃吗 灵雀听见这话立马指向黄皮的 是一小黄刚吃的 吃的时候可开心了一点都没剩 灵雀一看这根本就是没有世俗欲望了好吗 哥哥快趁热吃吧 奥利给 干就完了 兄弟们 赶紧用卫生